川普近日就重申他上任之后会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这使得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必须为可能到来的大批庇护申请者做好准备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四告诉NBC新闻 他明年1月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 就是让边境变得强大而有力 他将兑现竞选承诺 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 川普提到他欢迎人们来到美国 但需要带着对国家的热爱合法进来 美国大选日当天 数千大捧车难民从墨西哥南部北上到达美国边境 他们对川普上任后可能采取的严厉政策感到焦虑 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办法 我们要求祈求祈求 CBP-1计划是庇护申请者进入美国的关键途径 但许多人担心 他们在该计划下等待了数月的预约可能会被取消 与此同时 加拿大警方正处于高度截备状态 并准备部署更多资源在边境巡逻 来应对大量难民申请或非法越境者 因为许多无法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人可能会转向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加拿大移民部门将继续准备和预测所有可能的情况 采取的任何方法都将首先符合加拿大和所有居民的最大利益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意境综合报道